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要内容是 被指整容晒学生赵辟谣,金剧眼高冷女神,巴掌脸上静眼鸡轩粉 小编提醒,请您点击落下小图标订阅,添加小铃铛 虽然是神经病带没关系,作为金秀贤付出后的第一部作品 算是未不先活,总能够制造各种各样的话题 频频被送上热搜榜,作为女主角的徐瑞 只靠天生的高级眼高挑身材和演技圈粉无数 徐瑞芝,1990年4月6日出生于韩国首尔 2013年初,拍摄SK电信广告出道 出演,我和S4故事广告短片而受到关注 据韩媒首尔体育报道 东方神奇成员正女号,与演员徐瑞芝处于热恋之中 徐瑞芝所属公司表示,在向徐瑞芝本人确认后 确认女号只是很照顾她的哥哥 只是关系好的兄妹,两人绝非恋爱关系 徐瑞芝面带笑容的直视着镜头 她清纯的微笑以及可爱的面容 都不获了不少粉丝的心 在MBC夜行人日志中饰演女主人公《暗恋李银的苦秀莲一角》 在诗剧中展现了稳定的演技 之后,徐瑞芝出演了KBS RTV电视剧Special MBC电视剧Festgove等短剧 展现了演技实力 丽领针之衫单穿 领口略身 搭配铜元素的牛仔裤很干净利落 显瘦柔女人味 非常的时髦又潮流 白色的西装看起来不是很正式 但是款式又没有很休闲 如果搭配西装裤的话 就会显得像工装一下 但是搭配了一个波点网沙半裙 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 这样的搭配不会显得太女性化 但是也不会有中性的感觉 深灰色在春季看起来会有些深沉压抑 淡淡的浅灰色就显得柔和很多 浅灰色的风衣带来比较温柔低调的 内搭白色T恤 既显简约的知性气质 紫红色一个比较吸睛的颜色 对于成熟女人来说 也是一种比较耐看的颜色 这身非帅紫红色露背玩礼服很有气质 彩花黑底衬衫搭配铁红色半身裙 穿上一双香柄色的高跟鞋 知性美满亭 不过TF皮型皮肤不白的慎重选择 这款彩花黑底衬衫不好驾驭 会显老 旗袍款蕾丝连衣裙 让你更加充满女性的魅力 轻薄的材质展现出飘逸迎动之感 透视灭料斩落影乐线露出白皙的肌肤 这么清纯的小姐姐你被粉了吗 声明 配图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版权方 所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